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征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九十九集,杰丹四 这绒啊,需要的是弃胚 王林一拍储物袋,一把把大大小小的飞剑迅速飞出 一共三十五把全部拿出,一一抛在半空 王林一指其中一把飞剑,那飞剑立刻射出,伺在圆球上 慢慢的剑尖融化,最终整把飞剑都融了进去 接下来,剩余的三十四把飞剑,一一在王林的操控下,融入到圆球内 最后,圆球内闪现七彩光芒,明亮刺眼 整个过程从放入第一个紫月藤到现在,一共持续了近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王林一直全神贯注 此时啊,他不但没松口气,反而更加凝重 盯着圆球少许后,他从楚戴拿出黑色飞剑 这飞剑呢,可以说与王林患难与共 从最初的获得,伴随他斩杀张虎师父 接着又引了藤丽之血 最后随他大战绝冥谷 直至肉身破灭,神石被司徒南带走 这飞剑呢,因此剑胚破碎 唯有一丝剑灵因为与王林血练 这才被交融在神石中,得以幸存 之后,王林为他找过数次胚体 但均都效果不佳 此时的新胚体,这把黑色的飞剑呢 已然在几次瞬移进攻中变得凹蛙一片 看起来啊,有些狼狈不堪 王林右手抓住飞剑 手掌在上面轻轻摸过 一声剑鸣立刻自飞剑体内传出 紧接着一道虚幻的剑影 慢慢自飞剑上飘起 悬在王林的身前 与此同时啊 魔头也从飞剑内钝出 远远的飘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四周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王林深吸口气 大手一抓 圆球立刻飞进 他一咬牙心面一动 那飞剑虚影没有半点停顿 立刻冲入圆球内 王林的神石瞬间散出 紧紧地包裹住圆球 战神殿炼器术的最后一步 合就此展开 时间慢慢过去 圆球慢慢被拉长 渐渐凝固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只听一声龙吟自旗内散出 一把晶莹剔透流光四溢的水晶飞剑 慢慢幻化在王林的面前 这飞剑一现了 一道灵力的漩涡顿时出现 在王林身边转了几圈后 猛地融入到飞剑内 王林望着水晶飞剑 许久之后他大口一张 飞剑化作一道水晶光芒 飞入他口中 摩头一针啊 搓了搓手 强笑的 这个你把它吞了 我以后住哪儿啊 王林抬头看了他一眼 右手一挥 蛟龙鲸自楚带内飞出 他伸手在反应炉内一挂 之前沉入其中的那个圆球飘出 王林目光一闪 龙鲸立刻飞入圆球内 激炼一番后 圆球越来越小 最终再次化成龙鲸 只不过这龙鲸的颜色 变成了金黄色 王林看了摩头一眼 摩头啊 立刻乖乖的钻入其内 右手一招 龙鲸落下 王林凝神看了少许 收入楚带内 抬头望着上方的蓝金色墙壁 右手上身 黄泉冰雁立刻出现 他身子一灯顿时飞去 势如破竹般 从地底数千丈之下 直冲而出 他的速度太快了 再加上黄泉冰雁的破坏力 这么一冲之下 整个尸骨外的地面 立刻晃动起来 那些正在谷内寻找受谷的修士 一个个面色大变 黄黄然不知所措 纷纷飞离尸骨 地面的震动 越来越距离 有几个眼间的修士 立刻看到 在十四股的方向传来一阵轰鸣 紧接着一个黑影一冲而起 瞬间飞入上方的迷雾 消失不见 许久之后 这些修士才一个个迷惑地 看着十四股 种种猜测 慢慢传开 最终甚至流传出 尸骨内沉睡着一具万年尸体 这尸体沉睡至今 突然苏醒 这才引起尸骨巨动 那飞出的黑影 实际就是这具修炼成精的尸体 黄黄飞出后 没有任何停留 迅速向着南方飞去 按照之前从桑木崖那里得到的信息 南斗城就在极南之处 距离尸骨约有三十万里 黄黄心知自己炼气 已然消耗了一些时间 所以他速度飞快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换道丹炉 炼制天狸丹 两天两夜后 王林目光所及之处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黑色城池 这城池极大 远远看去一眼望不到边境 这就是号称修摩海内 九百八十八城之一的南斗 之所以名叫南斗 源于此称城主之名 城主南斗拥有元英七修为 其手下高手无数 可谓是一方八主 基本上啊 修摩海内能拥有一城 即代表一定身份 城主更是拥有赫赫之名 城府之下便是大大小小的门派 这些门派的实力不一 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城之主来的危言 好在南斗城城主自五百年前失踪了 方圆百万里之内 犹如无头之龙 使得大小门派得以发展 出了几个诸如斗鞋派的大型门派 南斗城啊 更是成为了修摩海的一个无主之城 被几个大型门派联合执掌 不过南斗城毕竟属于修摩海偏僻的外围边缘 资源平级灵脉缺少 元英七修士啊 一般不会屈身来此 这就造成方圆百万里之内没有元英七修士 至于结单七啊 则是众多 曾经有人预言啊 若是此地能出一个元英七 那么理所当然会成为新的南斗城城主 在这五百年呢 也不是没有元英七来此 想要霸占成为城主 但每次啊 军都是留不了多久 便无法忍受此地稀薄的灵气 与平级的环境 一一放弃 久而久之 也就没有元英七修士 愿意来此了 毕竟修摩海内 诚实进前 没有必要留在这么一个 鸟不拉屎的南斗城 此时的南斗城啊 被诸天教 灭魂门 以及天一道教 三派联合执掌 斗邪派 虽然有资格入主 但三教联合之下 却是让他无法进入寸步 毕竟三派分掌 与四派分掌 有着很大的不同 也没有人短视到 做看斗邪派灭掉其他门派 从而做大 所以三派在这一点上 态度是完全一致 缴纳了十块下品灵石 获得了进入的令牌后 王林匆匆的走进南斗城 他的目标直指城东的炼气阁 炼气阁呀 有三层 每高一层 旗内的法宝便昂贵数倍 王林来到这里时啊 一层有七八个修士 正在与几个跟随的伙计 讨价还价 王林进入前呢 依然很早便从储物袋内 取出一件黑袍 把头脸遮盖 进入后扫了一圈 一层的法宝 以飞剑为主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反品 被精致的放在一个个井河里 井河两侧都贴有封印 防止剑气外泄 除此之外 在一层的正中间呢 还有一个圆柱形的水晶壁 里面三把飞剑成品字形 剑尖朝下漂浮着 这三把飞剑忽明忽暗 时而闪耀明亮的光子 看到王林注视着水晶壁 从一旁走了一个伙计 这伙计啊 二十许岁 一脸的机灵之色 他行走间 已然打亮了王林一番 遮盖头脸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往往有一些客人呢 不喜被人看见真容 都会如此打扮 对方的修为 他自有一套炼气宗传出的方法辨认 但越看了 他心里越是古怪 在他用秘书查看中 对方的修为啊 忽而是结单期 忽而又是筑基大员满 这伙计啊 心里虽然精密 但表面上却看不到半点异常 他态度恭敬 说道 嘿 前辈 可是看中这几把肥剑呢 王林收回目光 看向伙计 一脸便看穿他的修为 是宁气齐八九层的样子 他神色平淡 心声说道 贵阁 可有炼丹炉出手 伙计含笑点头 说道 嘿 前辈 放眼这南斗城 若说炼丹炉 恐怕只有我炼器宗一家有兽 这种物品并非常人有能力购买 若是前辈需要 还请随我上二楼 王林神色从容 抬脚向楼梯走去 火机快走几步 蹲在后面直颖 再踏上楼梯下的一刻 在一楼的一个正在讨价还价的修士身上 看了一眼 沉吟少许 踏上楼梯 在上到二楼后 火机直奔坐在房间右侧腾椅上的一个中年人而去 在他身边耳语几句 转身下了楼 中年人面白无虚 双目内金光石而闪过 他起身抱拳道 道友想要什么品质的炼丹炉 还请明示 王林看了对方一眼 这中年人呢 修为与他一样 都是筑基大圆满 他心底略差 暗道炼器格分三层 第一层是宁气气 第二层是筑基气 那楼上的第三层 岂不是有捷丹气作证 他神色从容 平淡道 可否拿出一鞋 让在下看看 中年人哈哈一笑 指着一棚的卓椅说道 呵呵 道友先做 我这就为你取来 说完了 他先是亲自冲了一杯茶水 放在桌子上后 转身走到一棚的墙壁树 伸手一拍 那整面墙壁立刻波光淋漓 慢慢的虚幻幻 接着 三个绝美的少女 身穿弓纱 妙慢的从旗内走出 每个人双手都端着一个白玉托盘 盘中分别放置三个两尺剑方的红木盒子 这三个木盒啊 大小一致 但上面的刻画的花纹呢 却不相同 除此之外 三个木盒上更是多少不一的贴着一些封印 三个少女一一走到亡林身前半丈之处 眼神向她飘来 在她的黑袍上 望个不停 中年人拿出一个木盒 放在桌上 说道 呵呵 道友 这是以修摩海深处的青钢岩 与玄武精融合 炼制了七七四十九月的青玄丹炉 品质是三品 说完呢 她一拍木盒 盒子立刻从中间打开 露出里面一个拳头大小的精致熔炉 王林神色平淡 当初李木碗对她提起丹炉时 曾说过 她随身之炉只有两品 唯有达到四品以上 才能确保天离丹 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扫了一眼后 王林没有说话 而是一开目光 中年人轻笑 右手一挥 桌子上的木盒立刻消失 重新回到了少女手中的白玉托盘之上 她直接越过第二个女子 伸手拿起第三个女子手中的玉盒 轻放在桌面 笑道 想必道友是要炼制真品丹药 这是以休魔海内的九十九支下品灵兽内丹 融合在一起 炼制而出的百兽灵卢 用它来炼制丹药 会有很大的几率吸纳灵兽丹气 增添丹药的品质 说着 她右手拍向木盒 木盒迅速向两旁打开 在其内 端放着一个血红色的丹炉 若是仔细看了 可发现在这丹炉的外面 踏印着九十九支面目争鸣的灵兽 这些灵兽栩栩如生 一丝丝弱弱的灵力波动 从其上传出 这还是在封印的状态下 渗出的灵气 若是打开封印 恐怕灵气立刻会冲天而起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正在喜马拉雅